谈到豪宅会联想到 百瓶以上的霸气住宅 但现在小宅当道 市场也吹起清豪宅风 小宅拥有更多的选择 新浦站正如其名 走入一分钟到新浦站散毫出口 因为在捷运阪南县 及环仲县教会的精华地段上 生活精能相当便利 更有绿地学区加分 这个区段的一个优势 我觉得棒在哪 棒在就是它离着大马路 退缩的第二线的一个居住的环境 是在整个精华地段 比较少有的一个大基地的一个开发 其实在整条沿线 规划这样23坪到40坪的一个规格比较少 那我们的案子呢 虽然是属于中小坪数 但是它整个一个空间感 举例来讲25坪的 我们规划将近面宽将近快到8米左右 所以可以规划出2加1坪的一个空间格局 结构部分是我们用SRC加CFT去打造的一个结构 让产品有豪宅的一个规格 但是是小宅的一个空间感 让大家都买得起精品的一个概念 幸福站标准层单层10户还有4部电梯 减少不少等待时间 规划23到40坪 2到3房 零店面纯住宅 单层楼高达3.4米 总价2000万元起 公社规划应有尽有 一楼全公社规划 以巴厘岛风格及少有的水池造景 营造休闲感 让小宅也有豪宅氛围 我们的整体的一个规划 从你们充的YKK 包含我们储具的林内 包含我们的 我们的头头的一个位浴 其实我们都是以台北市的规格 来看待这个案子 那规划出来的商品 我想大家有目共睹 欢迎大家来参观